不知不觉解释375天了,我是得看到解释吧的当天决定开始解释的,那时那种内心的深深刺痛,到现在还记忆留心,原来这二十多年来一直彷徨,一直呐喊着真正深层次原因,在于我早在五岁开启的这些恶潘多拉摩河,人生的不如意,对家人的疑惑,不是因为自己没有努力去改变, 而是我触犯了这本不该有的罪恶,却苦苦不知道这本的原因,求知其文,精寻必备,求知其末,劳而无功,你不愿改变,是因为你疼得不够深,当他真正疑惑了你的各方面,让你痛苦欲绝的时候,也许这时就是你真正愿意彻底改变的时机,审安建策精髓的人越来越多,体系越来越完善,宗教也好,科学也不错, 各路思想汇集,各种方法整合,无不是为了一个目的,专业借策,为了让更多其他后来人,在这条道路上少走弯路,感谢各位法主,各位前辈在这过程中的默默耕耘,是你们让我们看到了自己未来的光明之路,本人不才,受制于楼鼠的知识面,阅历等等诸多因素影响, 加上受限于时间,本帖有很多地方不到位还请大家指出,大家间的相互交流,才会产生智慧的火花,你的建议可能让楼主在这过程中收获脱风,今天主要讲三部分,第一部分申请恢复的情侣后,原理分析及其预承与方法, 第二部分些许方法尝试心得,第三部分自身感无偏,本帖流水仗式的写了接近四万字,或许能够给介色中人些许帮助,第一部分身体恢复的前语后,原理分析及其预承与方法,一,头发,一点一,发质,介色前,我的头发很干枯,偏褐色,毛色,现在,很黑声亮,柔顺坚韧,原理分析, 圣竹耳,其容在发,圣的好坏直接反映在头发上,发位圣之华,即头发是圣的外线,圣竹黑色,所以头发黑不黑,是否则润实际上和是圣相关的,头发又与干血有关,发位学之余,头发也有一个别名叫血语,是头发的中央名称,血语它可用来止血,干主生发,头发长的与干血有关,皮主晕化, 负责把营养成分率输到全身,包括毛发,肾中景气是人体的根本,头发的生长,健康状态,的维持都与肾密切相关,恢复力成疾方法,介绍一年后,各方面人因使肾越来越好后,头发的各项表现状况也就越来越好,这是一个严格的正相关关系,急不得, 不过最近一两个月,休息不到位,用脑过度,吃昏掉多后,效果没有以前好了,调理好脾胃,多吃五黑食物,顾顺功顾住圣经,八段紧,黄圆装,艾九等替生肾气的方法坚持尝试,自然而然会好 1月2日,白头发,戒色前,白头发,四五十根,现在,为数不多的十根,前一个月,让同学都拔了后,基本上不长了,只有文数几根 如果是刚开始戒的话,最好不要让别人拔,越拔越多,原因分析,肾气不足,后脑勺会出现白头发 提问两时,亮柄会出现白头发,肝火望,前头会出现白发,中医学认为,下列因素与白发有关,一是精细血弱,肾气不足,不能化生阴血,阴血亏虚,导致毛发湿起如痒,孤儿花白 二是血液偏盛,情绪激动,日是水不寒暮,肝望血脏,血液偏盛,毛根湿痒,孤发早白 三是肝玉皮湿,肝气玉脂,孙极心皮,皮伤韵化实质,气血生化无缘,孤儿白发,恢复力成疾方法,养生做好后,身体不断恢复 这些问题会有效解决,白头发问题也就很容易消失 不过过程要很久,要有耐心,要有恒心,注意休息时间,控制情绪,了解养生方面的知识 多知无辜,类食物,当然必不可少的是控制已经和提升盛气 一点三,脱发问题 这次前,我每天洗头都要脱落很多根,直出我以为是正常的心就焦气 但是当我有一次看见我的头顶后部的照片时,我惊讶了 现在,那里的头发比以前茂密多了 但是要恢复到正常水平,至少还需自己落一半年 原因分析,肾的一个主要功能是固设 如果肾气收藏的能力特别强的话 头发就不易脱落,导致脱发的因素如下 一传因素父母,二雄性激素分泌过高雄突 三早夜九座伤精伤肾,四纵欲过度,肾是导致的肾突 物饮食习惯吃得太咸,容易脱发 六心理因素压力过大脱发 七疾病因素很多疾病导致脱发 八清洁因素头皮下堵塞毛孔 九季节性脱发 一般夏季容易脱发 十营养性脱发 严重营养不良导致脱发 十一物理化学脱发 外在刺激影响脱发 秃顶的人跟肾气不足有极大的关系 一般都是伤得特别重的人 要想头发重新隆密起来绝非一日之功 脱发严重的人要做打持久战的准备 半年能够遏制不脱已经算很好了 一年能够有所恢复都是挺好的表现 如果建策三年的话 加上合理的养生和锻炼的话 我想基本上能够比正常人的好很多 一般夏季人体和现油脂都分泌旺盛 加上刺外线强烈 会对头发造成损伤 这样就容易出现脱发增多的现象 同时夏季出汗多 头皮也容易发痒 头皮一痒 脱发量就会增多 恢复历程级方法 我脱发不算严重 属于甚至导致的渗秃 解色初期天天吃黑色食物 养生方法天天坚持 用了两三个月遏制住脱发问题 到现在解色一年头发再慢慢恢复 但是离真正茂密乌黑的头发还有一段距离 恢复方法和发质的是差不多低 1月4日 头皮屑 解色前 经常大面积头上下雪 现在 现在慢慢越来越少了 特别是用了大蒜泥肤脚下湿火了 基本没了 原理分析 头皮屑的问题叫做阴盛阳湿 就是圣经连不住虚火 虚火张颜 总在上面飘住 持经异常 头皮上的精血慢慢变得偏少 于是头皮就得不到滋润 产生了头皮屑 恢复历程级方法 解色养生后 情况越来越好 但是还是经常掉 所以之后了解其意 知道它是虚火造成的 于是找办法 看到一本书上的大蒜泥肤脚法 有效续续火后 开始尝试 效果减速 而且很多其他问题也跟着解决 1月5日 头油多 跌色前 这个不要说 肯定我又会说戒之前非常严重 情况还真是这样的 一天不洗头 头发羞辱打了油 现在 三四天不洗头 也没有什么油感 尤其是连十几天不吃油泥肉类食物 一个星期不洗头 都没有很脏的感觉 原理分析 皮 肥脂病 脾气数不太过 肥脂下降功能就不够了 人体油脂往上飘 致使投出油 恢复历程级方法 这点没有和一场求过 只知道当解色养生身体不断恢复 少吃甚至不吃肉食类后 情况越来越好 但是最近吃肉开始增多后 死会有点复燃了 不过现在头油多不再困扰我 以后艺术为主的生活 合理他配饮时候 顺气自然就不会出现 即使恢复头发的原理很简单 顺气虚 头发虚 各种头发问题都来了 把顺气个老大男给解决了 头发就等着他一天一个样 面下血有云 头发乌黑有亮的人 主大柜 其实就是这种人顺气一场足 自然经历脑力相对其他人旺盛很多 神清气爽 有强烈的气场 给人非常舒服的清和力 自然做事如鱼的水 女人缘永远不会缺 长久必会比他远有成就 第一张图片解册 100天拍的 第二张解册350天拍的 第三张374天拍的 二眼睛 二月一日 眉毛 解册前 眉型前清后书没有 眉毛很大很少很短很干枯 经常掉 眉尾尤为明显 几乎掉完 现在眉型开始变成健眉 相信不久后就是真正的健眉 眉型长度超出眼睛一截 慢慢长到冰角 直出没有眼睛长 眉毛很黑很长很油润 眉毛开始怂起 微直立 向眉尾巴向弯斜 原理分析 眉毛毛跟情浓而乌黑润则 眉型清顺的人通常也表示 顺气充足 如果眉毛生的稀疏 散乱 那么就要注意肾部级 灭尿系统可能容易出毛病 眉头煮肺 代表气血 眉头生得浓密的人 前生气血足 而眉头吸熟的人 则容易患呼吸系统疾病 眉烧主干 眉烧肠血润的人 通常免疫力较好 眉烧短则该打方面容易出问题 眉心 两眉之间的最佳距离是自己食指和中指加一体的宽度 眉心主心脏 眉心发暗的人 气血量虚 眉心有志代表呼吸系统有问题 容易会鼻痘炎之类的疾病 恢复力程及方法 眉主非常喜欢研究相学 对眉毛的了解是我的一个小爱好 一个人眉毛质感的好坏直接与肾相联系 眉心的好坏除与肾有关 还与其他原因有关 这个眉主有机会以后说明了 其实眉毛恢复也跟其他的一样 当你身体 肾气越来越好的时候 睡到去纯自然好 眉相学说 眉毛乌黑 睿泽的人 性功能会相当好 所以你可以通过眉毛 头发来观察 你的性功能恢复的怎么样 而不要手间自己去路关检验 害你之前借色的努力复制东游 2月2日 睫毛 借色前 楼鼠支出的睫毛很少很短 现在 我表示很无奈 经常有理的让我取下眼镜 看我的睫毛 睫毛长度比以前长了一倍有余 痴干和眉毛差不多 并且上下眼浅的睫毛分别向两边翘 使眼睛的表现力明显增强 原因分析 眼睫毛与眉毛的健康生长原理 其实与头发是一样的 一容俱容 恢复力程及方法 指出半年多睫毛都没有太多变化 但是从今年6月份开始 睫毛一个月一个样 这使眼睛的灵动感明显增加 没有刻意追求睫毛的变化 这个借色的一定程度自然而然就会很好 请坚信 2月3日 眼睛 借色前 眼睛无神正不开 玻璃体昏浊 黑眼珠最多露一般的眼帘外 眼白偏黄 眼帘下叹 使原本的双眼皮变成一双一呆 现在 眼睛清澈凝亮 炯炯有神 玻璃体和真的玻璃的反光都差不了多少 经常楼主通过小镜子 看自己的玻璃体里倒影的成像 外界的事物成像清楚异常 黑眼珠全露出来 眼白开始向预白方向发展 两眼双眼皮越来越看 总之比借色支出好太多 原理分析 五脏六腹之精气皆伤住于目 所以一个人的眼睛就是自己五脏六腹功能的反应 而慎藏情 藏五脏六腹精华之气 恢复力成其方法 像学面向五分看眼睛 眼睛的变化是我从去年年底开始了解面向学后 一直关注其变化的唯一表征 通过眼睛可能看到一个人的身体情况 心情 善恶 以及太多太多东西 以至于现在观察人只观察 他的眼睛就够了 眼睛越来越好的人 心也会越来越好 这是无庸置疑的 这一年我是看着自己的眼睛不断变化的 眼睛的变化也见证了我这一年的借色生涯 人的巨大改变 或许大家借分看自己的成长通过眼睛一个就够了 眼睛变化多大 你的其他方面也会跟着变化多大 这是因果不虚的 自己总结了下下学的眼睛变化层次 或许你可以通过此看看你的人的成长情况 尽数个人意见 眼睛无神 普通 清澈明亮 熊熊有神 灼灼有神 墓葬定光 墓葬真光 2月4日 黑眼圈 借色前 黑眼圈大面积大面积的有 人显得很没精神 从高中以来就从来没消失过 现在 还是挺严重的 不过比以前好很多 原理分析 黑眼圈多因盛气是损 精气不足 脉墓失畅 墓失所要组织 恢复力成级方法 最近看第三遍界 未良药的时候 发现我的黑眼圈之所以还严重的原因 是因为我睡眠时间很短 还大量用盐 90升血 黑眼圈恢复慢 再加上我锻炼养生主要方法还是静养 消除黑眼圈 有氧运动才非常有效 于是后 最近一个多星期 晚上都慢跑 不过天宫不作美 这一个星期以来天天下雨 但是尝试了五六天后 黑眼圈有了明显好转 之后坚持有氧运动 注意休息的话 相信黑眼圈很快就会消失 剂味良药的云丸 有氧运动的好处非常多 不少见有眼袋 黑眼圈严重 见了几个月都恢复不了 而通过坚持有氧剧烈 眼袋和黑眼圈的问题 都会得到极大的缓解 2月5日 眼袋 见四前 眼袋很重很重一层 现在 现在几乎看不见了 原理分析 因为味道化学功能出现衰退 味肌能差 成绩学 似白学主色造成的 而中医认为 甚至未观 恢复力程级方法 其实它和黑眼圈恢复一样 只不过当你味肌能好了的话 它比黑眼圈容易恢复一些 树疗消除眼袋特别好 楼主支出经常树疗的那段日子 眼袋消失得特别的快 2月6日 眼肿 解色前 经常睡觉起来 眼睛肿肿的 像猪了水一样 平常眼睛也是跟猪水猪肉一样 总是感觉眼睛有猪水 现在 非常和谐 没有猪水感 原理分析 眼部浮肿现象 经常发生 在血液循环带性能力差的人身上 基本上属于脾气的问题 恢复历程级方法 坚持解色 慢慢健脾 不断消失 我解色不到100天 的时候差不多好了 多吃红豆一米粥 很好健脾去水时 当然喝这个很讲究 红豆 一米很难消化吸收 特别是脾胃不好的人 所以必须煮烂 可以在煮之前泡上一天 昨天准备明天的 今天准备后天的 黑米粥也非常不错 吉普顺又健脾 喝了人特别舒服 我经常喝黑米粥 真心大补 不过要煮烂 才有助于吸收 如果有时间的话 非常推荐大家去学习面餐学的知识 很多人不认同面相学这门传统文化 我想还是我们了解的东西太少 接触面有限 一门传承几千年的学问 必然有他经久不筛的道理 太容易被看懂 就没有了他的博大精深之处 楼主是去年底通过冰剑 来开始了解面相学的 通过非常推荐的面相书 来加深理解的 期间看了六双神像 蚂蚁神像 神像铁关刀 睡镜神像 太清神剑等书 知初只是知其然不知其 所以然不太相信 但在再不断学习 恩多其他学科的过程中 不断杂柔 慢慢领回到面相学的博大 原来面相学真实 能反映一个人的本人情况 一开始领会 相学的话语是如何由来 是什么原因有这种判断 假如你有意愿对你解释现有状况 异常了解 对自己未来前景 有美好的憧憬的话 面相学确实可以给你一个完整的框架 同时这也可以帮助你相当有效了解他人情况 这是你不容错过的学科 第一章解释前 第二章解释一百天 第三天解释三百三十天 三耳朵 鼻子 嘴巴 三月一日 耳朵 见色前 耳朵上部很干枯 很软 耳垂很小 耳朵没有血色 经常有耳鸣现象 现在 耳朵上部高度高过双眉 很坚挺 耳垂比之初大了快一倍 耳朵还是很有血色 再也没有耳鸣现象 原理分析 看一个人耳朵 则可以观察 一个人先天肾气是否充足 传统中医认为 肾竹耳 耳是肾在体表的孔窍 一般来说 耳朵声的肠耳大 耳瘸肥厚 耳形轮廓分明的人 天生肾气充足 不仅听觉比较灵敏 内分泌系统也比较健全 全身的循环与代息情形良好 因此 也是长寿健康的象征 如果双耳最上部的边缘 低于双眼 或是耳朵声的比正常人瘦小 都表示肾中经济虚 前天不足 而耳阔异常 如有节节状隆起 凹陷或有纵横交错的线条等形状 表示容易患上肝病 胆失症 肺结核 心脏病 肿瘤等疾病 界味良药原文 肾开翘育儿 肾意识 耳鸣问题就会找上门来 很多街友被耳鸣问题所深深困扰 久之不遇 把希望寄托在药物身上 殊不知节色才是根本前提 如果你一边吃药还一边FY和YY 这样耳鸣还能看好吗 回复历程级方法 界色之珠我以为耳朵的巨大变化成属无稽之谈 回想小时候 我唐姐特别喜欢摸我的耳朵 觉得很有肉感 到之后她说的我的耳朵怎么这么小 没一点肉厚 之前我还以为这是遗传的问题 但是看到巴黎一个信佛的街友 见了五年多 耳垂从很小到后来耳垂跟米勒缝的差不多厚 我就彻底相信这些都是后天 能够改变的 了解中意后 更清楚这是跟圣直接相关的 随着界色养生不断的深入 我的耳朵耳垂也越来越厚实 越来越大 耳鸣也消失了 这点不需要去抢求 随着界色正能量因素的累积 肯定会越来越好 相信积极界色的力量 3月2日 鼻子 界色前 鼻子上根下榻 山根没有肉 鼻头不饱满 取下眼镜 看起来很别扭 鼻头黑头很多 现在 山根骨头干了不少 这点真的很神奇 至今不知道原因 佛学的缘故 山根上的肉很硬实 鼻子越来越高挺 鼻子显得很饱满 黑头全消失 鼻头很光泽 原理分析 肺主鼻 鼻子的表征跟肺不好坏是直接相连的 对不功能不好的一生鼻炎 恢复力成疾方法 鼻子很慢才认真观察 从开始观察时 是一个月一个样 越来越显和谐 没有刻意而为之 只是坚持 解释罢了 不过关于鼻子的黑头和鼻翼 的毛孔是很有心得 坚持疏疗每天一个小时 一个星期我的就全消失不见了 而且那段坚持树疗的日子 鼻子特显光泽 不过很久没树疗后 笑话就要回落很多 3月3日 嘴巴 借色前 知初 唇是偏暗红 没有多少血色 经常开裂 白色死皮很多 总掉皮 经常吃不下饭 现在 唇红润 很少在有脱皮开裂现象 口味相当不错 原理分析 皮开翘于口 气化在唇 是致饮食口味及食欲的正常 与否乳皮的韵化功能有腻且关系 脾气渐韵 则口味和食欲正常 打之 若皮吃渐韵 则可出现食欲的减退或口味的异常 乳口大无味 口甜 口腻等 口唇的色泽 与全身的气血是否充饮有关 而脾胃被继续生化致缘 所以口唇的色泽是否红润 实际是皮云化功能状态的外的体现 恢复力称极方法 解色一百天后 楼主身上湿气很重 就开始采用红豆一泥水的方法排湿气头一碗 红豆一泥个抓一把放入开水瓶 加入三分之一瓶开水 盖上瓶盖 放上一碗 第二天喝泡出来的水 对厨师效果相当明显 同时间皮效果明显 尝试一段时间后 嘴巴非常红润 不再被嘴唇 口味 口臭发愁了 四 脑力 见色前 大脑感觉混沌一团 一片空白 非常不够用 做事完成拼的是时间 现在 大脑很清晰 以前记六句话 的增顾行闻读十多遍还记不住 现在一到两遍即刻意自不够的重复 原理分析 中医 肾上通语脑 肾经化身脑水 肾竹骨 骨生水 脑位随之海 FY伤身臂伤脑力 反映出来 就是记忆力 注意力 思考力 理解力 都会不同程度下降 人变笨了 反映迟钝了 没有耐心 变得浮躁液怒 骨为水所养 今要生水 故水 今决定了骨骼的生长发育与功能 水通于脑 脑位水之海 大脑的功能要靠水的滋饶 恢复力成其方法 脑力恢复真心悲一日之功 可能算戒色中最难恢复的 从他的中医恢复流程 就可以看出他的难度 肾竹水 脑水意味肾产生的水 脑位水之海 肾水满了慢慢往上填充 脑水够了 再到脑水 而人产生肾经的速度是有限的 便宜的祸害 YY的暗号 损失的途径很多 增加的方式却只有那么一条 一旦损失严重 你要恢复 难度可想而知 所以要多打持久战的准备 不要一时没有效果就灰心丧气 恢复脑力解释是基础 更重要的是各种恢复脑力的方法坚持尝试 如食指书头 黑色食物的摄取等等 楼主的脑力支出十个月恢复一直不是很明显 只是一个月比上一个月好一些的节奏 当把自己身体的几个瓶颈突破之后 借色一年两次一经 特别是十月份之后 方法都成体系后坚持尝试 脑力一个清晰一个样 学东西效率大幅提高 只要和大脑有关系的功能都有不错的进展 但是离非常优秀的脑力还有一段距离 不过以现在的恢复速度 一年后应该比现在脑力要优质几个层次 之后我想我干任何事都会越来越得心应手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 请订阅本频道